大家好,欢迎回到业余历史 今天咱们继续简单聊聊太平天国 上回咱们说了,这翼王施大开感觉到了天王不信任自己 所以就打算离开 在1857年的6月2日 施大开借口说要去宇花台给当地的驻军天兵去讲道理 然后呢,就借着这个事儿带着自己的手下 全都离开天津回到安庆自己的大本营去了 这时候呢,乡军的曾国藩一直没闲着 一直在关注着天津的动向 一看,施大开的境遇有机可乘 马上就给施大开送去了信件 给他开出了优厚的条件要招安施大开 当然被施大开拒绝了 这边刚送走,那边天王的赵旨就到了 天王在信里面说 说这一阵天国的形势很不好 趁我们内乱,清军又重建了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 所以呢,文武百官是联名尚书 要求呢,把翼王请回来继续主持工作 这,朕也知道啊 老七你为什么走啊 因为我这两个哥哥天天给你捣乱 是吧,这凡是你赞成了就反对 他们这,也不知道他俩怎么想的 我都不知道,是吧 所以呢,我把他们俩削去了王位 给老七你出气 天王还讲到啊 这天国的首义六王,现在就剩咱们哥俩了 你可一定要好好帮你二兄啊 一同送来的,还有文武百官联名的一个求救表 和一块翼王金牌 哎,洪悠泉说了 老七你也别羽翼天国,不叫那翼王了 咱叫这个翼王 你有情有义,不要抛弃我们 石大开接到这封诏书 犹豫了 自己还要回去吗 就短短的这一阵 自己已经回去过两次了 第一次被韦常辉赶出来了 第二次被洪悠泉气出来了 每次回去都是满怀信心 可每次出来呢,都是灰头土脸 我还要第三次再回去吗 算了 不如啊,走远一些 让他们彻底放弃 于是在1857年的十月 石大开率兵离开了安庆 南下江西 再之后呢,他一路辗转 先后去了浙江、福建、湖南、广西等等 这一路啊,石大开没打过什么硬仗 因为每次都是边打边走 所以呢,慢慢跟随他的人 也有很多人感觉到 好像跟着翼王混语 也没什么前途 还是回到主流部队吧 有很多兵将陆陆续续 又自发的回到了天津 在1859年1月的时候 石大开在自己内部 搞了一个军队该往何处去的大讨论 最终,派本决定 咱们去四川 大伙可能还有印象 在太平天国第一次占领武昌的时候 就进行过类似的讨论 当时石大开就主张杀去四川 哎,这回终于自己能做主了 在前往四川的路上 石大开是一路败寂 所以呢,很多人 包括后来人 都对石大开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说这石大开啊 表面上英勇 他为什么打那么多胜仗 不是他自己有本事 是靠的东王杨秀卿运筹帽 现在没养养秀卿了 你看,现原形了吧 这历史上有很多人物都是这样 在他们的高光时刻 哎呀,把他们捧上了天 像神仙一样 能掐会算 等他们落入低谷了 又开始破骨万人垂 在1863年的五月 石大开呢 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 干嘛呢 他走到了宁远 这是今天四川的西昌 准备从这个地方渡过大渡河 在他的面前呢 有两条路 一条大路 一条小路 在很多年前 曹操败走华容道的时候 也遇到过相同的抉择 一条大路,一条小路 这小路上啊 仿佛有敌人埋伏的痕迹 曹操多惊啊 说这小路有痕迹 其实是敌人故意的 咱们偏偏就走小路 石大开呢 也跟曹操做了同样的选择 也想走小路 但是他比曹操还谨慎一点 先派了先头部队前去探路 但是先头部队啊 咱们等也不见回了 其实呢 早就被当地的吐司给干掉了 这个吐司是什么人呢 吐司啊 就是一种面包啊 是这样的 开个玩笑啊 这吐司啊 是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 四川的总督洛炳章 早就买通了这些吐司 告诉他们 只要你们协助官军 勤住了石大开 石大开所有的财宝 你们平分 所以呢 这帮吐司就把石大开的先头部队给干掉了 石大开在这边 左等没信 右等没信 最后也等翻了 哎 算了 咱也不等了 咱们就走小路 在1863年的5月14日 石大开率队来到了大渡河南岸一个叫子打地的地方 这地方呢 这个大渡河水啊 深是9米 宽有180米 在涨水的时候呢 宽度能达到300米 大渡河的特点就是水流湍急 你过河里搭浮桥啊 搭浮桥这绳子一扔进去就被河水给冲走了 那怎么办呢 只能扎竹筏过河 可扎竹筏的慢啊 折腾了一整天 也就渡过去了几千人 等到了晚上 石大开决定是连夜渡河 这时候呢 跑过来一小笑 面带笑容 说王爷 恭喜您 您的十四王娘刚刚生了 是个男孩 您呢 又添了个小王爷 哎呀 石大开高兴 说那咱们也别连夜渡河了 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那渡过去那几千人咋办呢 这在那边孤军深入危险啊 安排他们再渡回来 结果这一庆祝啊 耽误了宝贵的渡河时机 怎么那么巧 就在第二天开始 连日的暴雨 暴雨导致了山洪爆发 河水暴涨 这一下不光河面宽了 水流更急了 连竹筏都渡不过去了 那咋办呢 要稳定住军心啊 石大开就安慰大伙说 独此水壁山清 愿与朱青玩井欢醉 犒赏三军 在此休养三日 再兴渡河 休养三日 刚过了两日 对岸被清军占领了 清军在对岸架起了大炮 这下过河可难了 石大开的这些竹筏啊 成了江中大炮的火把子 眼看着竹筏一个个被掀翻 石大开说不行 这么下去不行 咱得换个套路 于是在1863年的5月22日 石大开率军北上 准备从卢定桥过河 这地名大家听着熟吧 红军长征飞夺卢定桥 就这地方 要去卢定桥 先要过一个叫松陵河的小河 这条河河水宽只有二三十米 但是呢水流比大渡河更急 本来这河呢 应该是有个铁锁桥的 但是这铁锁桥啊 早就被吐司王应元给拆了 这时候想退还退不回去了 因为后边另一个吐司 把这个后路给截住了 石大开这时候面临的是个什么境地呢 两边是河 大渡河松陵河 一边是山 后边还有追兵 这在兵法上是典型的死地 在之后的日子里 石大开多次两头尝试渡河 不管是大渡河还是松陵河 都过不去 怎么办呢 只能放下身段 跟吐司王应元谈判 就说只要你让我安心渡河 渡过河去 给你白金千两 这吐司啊 账算的非常明白 我如果放走石大开 我能拿到的是石大开的部分财产 但是如果我干掉石大开呢 能拿到石大开的全部财产 还有清廷给我的赏赐 所以谈判破裂了 没办法 石大开只能继续强攻 这样下去 手下的兵将是越来越少 而且粮食早就断了 大伙知道 这么下去 是死路一条 于是在六月十日这一天的晚上 石大开的五个亡娘抱着他的两个孩子 说这么下去 早晚被清兵侮辱 还不如趁早自杀 他们都投河自尽 而且不光是这几个人 还有大批的兵将都投河而死 石大开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于是他派人写信给四川总督落饼章 告诉他自己愿意舍命以权三军 只要你保我手下弟兄姓名 我石大开任你处置 在1863年的六月十一日 石大开带人来到了清兵大营 这清兵的守将不敢怠慢 赶紧就把他押送到成都 见到了四川总督骆炳章 骆炳章就问了他一句话 耳欲降虎打算投降吗 石大开是这么回复的 大意凛然 五来请死 兼为士族请命 士族所谓成则为王 败则为寇 今生辱杀我 安之来生 我不杀辱也 这一次的见面 给骆炳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这么评价石大开 说这个人啊 消劫之气 见诸美语 绝非寻常贼目等论 最后 石大开在成都被凌迟处死 终年只有32岁 之后石大开的头颅被砍下了 装在一个木笼子里 有一个人拎着 在安排两个士兵敲锣 是走街串巷 走遍各府各县 以此立威 这儿呢 咱们再提一句 石大开率队啊 离开天国已经很久了 几乎没有联系 但一直到死 他打的旗号 一直还是 太平天国 圣神殿 通军主将 义王 好了 石大开的故事啊 咱们说完了 咱还要回到天国的主线来 在1857年10月 也就是石大开 率兵离开安庆南下江西的时候 这个川军 啊 不 乡军的大将 杨仔夫和李徐斌 先后攻占了湖口和梅加州 另外呢 乡军另一员将领彭玉林 率领这个空在浦阳湖里 长达两年之久的乡军水师 终于冲出了浦阳湖 和长江水师会合 咱们前面讲过啊 九江 湖口和梅加州 三位一体 互相支援 这个时候 湖口梅加州都丢了 九江就变成了一座孤城 在1859年9月的时候 九江终于成破 首将林启荣 和他手下的一万七千将士 全部阵亡 多年以后 湘军将领胡林毅 还这么回忆 他说啊 西年九江之贼 剖腹皆菜色 三日五米就能做困 兵不如贼 齐里难通 就是想当年啊 九江这帮贼人 成破之后 把他们肚子划开 里面都是菜色 三天没吃到米了 哎 就这帮人 怎么还能守这么久呢 难道我们正规军 还不如贼人吗 齐里难通 想不明白 再后来到1863年的时候 洪秀全还追封林启荣为秦王 说到这里 这天国啊 第一阶段的故事就结束了 首义六王除了洪秀全 先后退出了历史武汉 但是天国的气数 还远远没有到尽头 天二代 开始展露头角 在1858年 洪秀全册封了第二代天国的五军主将 他们是前军主将陈玉成 后军主将李秀成 左军主将李世贤 右军主将韦志郡 长帅兼中军主将蒙德恩 这里边蒙德恩 咱们前面聊过了 陈玉成 他是前面刚被天王斩杀的陈启荣的侄子 韦志郡是北逆韦昌辉的弟弟 能够大胆启用他们 还是展现了洪秀全的胸怀和气魄的 这个光丰的主将 大伙注意到没有 没有军师了 洪秀全是这么说的 主师振作 军师义师振作 前面 吃亏就吃亏的 自己不管正事 这回呢 咱风格变了 洪秀全开始亲力朝政事 势必公亲 好 这时候呢 要进入到第二阶段的故事了 咱要先介绍介绍这些主人公 首先头一个陈玉成 咱们说了 他是天国元老陈成荣的侄子 这陈成荣啊 今天起义的时候 就带上了自己14岁的小侄子 叫陈丕成 陈丕成呢 是个孤儿 当时就14岁 岁数不够啊 就编在了牌尾部队 在太平天国开始西征的时候 这陈丕成正好满18岁 就正式驾到牌面部队里去了 而且在攻打武昌的战役中表现非常出色 他带领着500天兵率先攻上了武昌城头 这个清军啊是这么说他的 说这个陈丕成啊 攻城临阵 抄截先登 是贼中之最为可恨者 因为在武昌战役表现出色 洪秀全特别次名叫陈玉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